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你知道来到泰国来到曼谷 最容易见到明星大咖是在什么地方吗 没错 它就在千罗广场附近的四面佛 这个四面佛啊 常常说非常的灵验 然后呢有很多国内的大咖大V港台明星 像什么谢霆锋啊 梁朝伟啊 谢娜呀 他们都来过这里 许愿 那四面佛在哪里呢 我已经到了 我现在在这个天桥下面 然后下面就是四面佛 我们看这里下面有好多的人呢 现在因为疫情源的原因嘛 游客也进不来 然后现在来许愿呢 也就是一些泰国当地的一些本土人 然后那里有好一些穿着白色衣服的 他们应该是泰国的学生来许愿吧 也许能够考个好成绩 四面佛啊就在泰国曼谷的市中心 旁边就是千罗广场啊 然后把力宫 大家可能来泰国曼谷之前觉得四面佛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座寺庙啊 其他并不是 这个位置特别的诡异啊 你看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人行道十字路口的旁边 旁边车来车往 然后上面我们看这个上面就是轻轨障 下面来来往往公交车摩托车汽车很多人流很大 在泰国有很多很多的四面佛 就比如说我们去商场啊 我们就能发现在商场的前面就会摆着一尊四面佛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里面也有一尊四面佛 可以说在泰国它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呢 就是唯独的这么一座非常位置诡异的这样的一座四面佛 吸引着无数的人前来许愿 然后我们比如说前段时间国内的很多明星都来过嘛 然后我已经到了 我已经到了这个这里 带大家去实地的看一下 我知道有些小伙伴已经来过了 但是还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还是很好奇哦 那我就是门来实地的烫访一下 这个四面佛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吧 现在因为防疫工作嘛 还是要先量体温然后消毒再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就沿着大门这样子顺时针 顺时针走一圈 然后它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有四个点嘛 它就四面佛就有四个方向 刚好有这个雨伞撑着 你就在雨伞下面许愿就可以了 四个方向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大家都是朝着四个面许愿 那这四个面呢就代表的爱情平安 财运以及事业 那它四面呢就代表不同的 但是呢我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解释啊 其实呢他没有明确地说每个面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抉择四面佛呢是无处不在的 就是你在每个面的时候呢都许四个相同的就可以 然后呢一定要具体 然后你要说一说如果愿望达成之后 你会不会来还愿啊 会来会不会会做什么 你要跟他说这样子 那看见大家都在这里非常认真的许愿 你看啊现在雨过天晴了之后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边都是刚刚进来的 他们都是先从顺时针 顺时针嘛 所以都先在那里先许愿 然后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在门口买这些花什么的吗 因为这个里面就有专门的这里卖这个花呀什么的 而且都是很便宜的 就是五十株 就十块钱你就可以了 外面可能卖更贵 然后前面的话这里这个小姐姐应该是来还愿的 就是许愿的时候 如果你的愿望达成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请这种专业的跳舞的 然后让这里跳舞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捐钱都是可以的 之前的话这里排的很长的队 都是来还愿的 说明这个许愿还是挺灵验的啊 好了我刚刚也去买了这样的一束花黄 然后是五十株它有四个花黄 就是每一面的时候都放一束花黄这样就好了 我也要去许个宴 希望今年能够心想事成吧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